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柯建伟 柯总你好 大家好 我是柯建伟 柯总之前那个缺口已经回补了 现在看得出来 好像真的是多头开始酝酿 要开始上功了 但又已经要达到什么时候呢 好我想在这礼拜一一直到今天 这五天下来 各位只要每天收看我们的节目 应该对整个行情是非常非常清楚的 好我想在上礼拜五 记得是那个吉拉尾盘 对不对 上礼拜五 最近好像大家都给 都可以过快乐周末 都在礼拜五的时候 都是礼拜五 对 那但是我跟各位讲说 因为没有转动方向盘的讯号 不会逼行反转 所以必须回来做右肩 好 礼拜一 礼拜二震荡 我跟各位讲说 右肩如果相对左肩 标准的位置是在 那么7912 可是因为要扣席值 所以扣掉席值之后 应该是在7850到7880之间 那么昨天 因为礼拜三大跌 那么大家很恐慌 我跟各位讲说 不用紧张 就时间而言 礼拜四最慢礼拜五 应该会先到低点 那昨天果然来到了7877 落入7850到7880的之间 那我跟各位讲说 空间够了 这个可以满足了 那时间上面也非常可能 因为如果我们用七天 来规划右肩的话 那下跌四天 应该后面要三天向上 最多最多是下五天 上两天 但是四对三 感觉比较平衡一点 结果真的在昨天 这个低点 今天回头一看 真的是低点 所以有时候常常是这样 我昨天还特别跟各位讲说 那么你千万不要在 那么之前 很希望拉回 觉得说连涨上去都买不到 然后拉回你会害怕 我说人性都是这样子 所以我昨天特别跟各位讲 你一定要把握这样的机会 其实我礼拜三就这样跟各位说 你要把握礼拜四的机会了 那昨天不知道各位 有没有把握机会 有把握的话 今天可以说是百花齐放 不管金融啦 那么电子啦 好中概啦 传产啊 几乎全部都走强 当然 那么有一些最强势的族群 其实也刚好是我们昨天跟各位所讲的 包括台积线概念股 对 我们昨天特别点到台积点 对 而且台积线概念股 我昨天还特别跟我讲说 两档 一个是红康嘛 因为红康是上涨 第一天就跟各位讲 那么他最强势 然后昨天他出现比较大的下跌 我跟各位讲说 他就是回来打右肩啊 所以打下来回测 那个支撑位置 应该是一个很好的买点 昨天是不是刚好回测到军线 那你看今天是不是又攻到掌停板 然后我昨天还跟各位讲一档 各位知道 记不记得 我讲3680的加登 我说加登 因为它是下半年 或者说它是18寸晶圆厂 唯一可以提供的一个设备商 所以 那么上半年它不好 但是下半年之后 包括明后年 这档可以看到三年的 那么很可能是台积线概念股当中 成长幅度最大的 那么底部形态 它可以说是在一个最低档的位置 从90几块跌到50几块 我昨天是不是也给各位看了日线图 今天呢 锁住掌停 甚至 以收盘而言 它甚至比红康更强 因为它位阶更低嘛 所以你会发现 就是我跟各位讲的 如果没有这次右肩拉回 你哪有这么好的机会呢 你哪有办法 今天可以赚到这样的 一只又一只的掌停 记不记得还有一只 昨天跟各位讲 2007的夜星 昨天才讲的 昨天才说 这种属于价值股 打下来就送给你 为什么 因为它的价值不变嘛 它总有一天要入账 那个EPS7块8 那股价7块多 今天 它也供到掌停 手盘也在接近掌停附近 你看线形多漂亮 是不是很标准的一个 底部又出来了 所以 你会发现 我们跟各位所讲的 这个 也许是我们运气好了 今天一个一个都送给大家 算是很好的礼物 但是 我觉得 另外一个就是 我们掌握了一些方向 这些方向是产业趋势的方向 再加上技术面 讲到技术面 其实我不得不说 我今天还蛮有感触的 因为 我觉得人要赚钱 除了运气 还要努力 除了努力 还要积极 为什么我讲这句话 各位会觉得 不知道我在讲什么 因为今天早上的时候 因为 我之前有跟各位说过 我说 如果各位有任何 因为我们在电商 不会帮各位检视 那么 这只股票是不是翻多啦 翻空啦 可以避开一些风险等等 我有说 如果我们没有检视到的 那么 你有兴趣 你说你有需要 不知道有兴趣 你有需要的话 我们会服务人员 会帮各位服务 今天刚好 大概差不多 十点钟左右吧 将近十点钟 一位陈仙 那么打来 他就问他的几只股票 其中他就问到 那么 因为我们昨天有提到 3680的加登 但是因为 加登昨天能量 还没有翻多 他就说 那加登 因为早上感觉 就是有一点点 要冻的味道 他说 加登能量能不能翻多 那服务人员就问我说 因为加登 是我们九点多 才叫我们会员买进的 他就想说 这个要讲吗 这个是我们会员股票 不太好吧 我说不行 因为我们在电视上 公开承诺说 你只要打电话进来 你问什么股票 我们一定都会告诉你 能量状况 所以我们就很老实 跟他讲说 早上翻多了 所以他就 这个马上进去买的结果 各位知道结果 就是今天 现赚将近一只停板 对 那么当然你也不用羡慕他 因为我觉得 股市天天开门 天天有机会 剩下就是 当然绝对有运气 在股市要赚钱 不可能没有运气成分 赚三成绝对有的 但是还有另外七成 就是你的努力跟积极 好 我一直说 越是行情 你觉得不好的时候 你其实 越有赚钱的机会 为什么 因为很多人不积极 很多人 这个不理的时候 反而你容易当中 去找到黄金 越是大盘下跌的时候 你看 8400跌到7600 不就是一个 非常好的机会 然后这次右肩回来 我也告诉各位 礼拜三礼拜四 你要好好的选股操作 对不对 积极 而且我用的是 积极选股操作 我在节目当中 这样跟各位说 所以今天刚好 借我这个机会 因为我就 还蛮有感触的 那我也很高兴 说这个 他打电话进来 我们也真的是 依照我们的承诺 那么做这样的一个服务 那恭喜他赚到钱 虽然 这个我们是一个 免费的服务 但是我也很高兴 如果我们观众朋友 那么可以赚到钱 我也这个觉得非常开心 因为这就是 我们有做到这样的一个 这个节目上面的功用 不是吗 所以旧大盘部分 我很快做一个结论 好 那既然 可以今天回补缺口 刚才一华也说了 今天把前一个 就是前天 那个大 向下的 向下白一点 那个缺口完全补掉 那么既然完全补掉了 他就回来 确认了 昨天的低点 是右肩的低点 那么那个形态 大棚展翅的样子 越来越像了吧 对不对 左边的翅膀 底部身体 右边的翅膀 这个头肩底 越来越有模样 当然 我说越来越有模样 我没有说确定的原因是 形态一定要突破 才算确认 换句话说 那么在上 在这个 这礼拜的高点 8064 如果能够正式站上 这个头肩底 才算正式完成 那我认为 下礼拜 应该就是这个任务了吧 所以 下礼拜 加权指数的任务 就是去挑战 景线 8064 同时 上面附近 也就是季线 因为季线 目前是向上扬的 所以会慢慢墊高 而目前是在 大概8075附近 很靠近 所以 下礼拜目标 挑战 景线 挑战 季线 但是呢 对各位而言 加权指数 我还是这样说 除非你做期货的 那我们以股票的角度来说 加权指数 供你参考了 那么反而 在各股上面的操作 绝对远重于加权指数 那尤其 如果头肩底 真能成型 我想你应该 也可以想象到 会有一波行情 而那波行情当中 会有不少的股票 会让你有 相当不错的获利 就像今天 加灯可以先买 先赚一支停板的 概念是一样的 未来 我认为 这个 先不用讲太远 我们先讲 7月17号 7月台指结算之前 7月17 7月台指结算 三个七哦 三个七是 那个Bingo 这样什么 对对 717 会掉很多钱下来吗 你不是拉罢 会掉很多钱下来吗 7月17 7月结算 这个 这个周末轻松一下 开开玩笑而已 但是 7月17号之前 我认为 行情会非常精彩 各位可以等着看 好 不过大盘的部分 持续震荡 但是 有一个最新消息 我们在今天盘中的时候 有说 大力光剑 下午要公布 他们的6月份营收 刚数字已经出了 那份营收是19.7亿 月增0.5% 但是年增的部分很惊人 是来到了101% 这是翻倍成长 哥总怎么来观察 我之前有说 多头走势的时候 会进行一个股王争霸战 现在大力光 这个营收公布了之后 会有助于股价吗 今天很明显 股价好像已经开始发动了 当然会 我们先看一下 汉维科的日线图好了 因为这两个就是不断在争 对 汉维科 汉维科 汉维科今天是在920 920几块 你可以看到 他前面高点下来之后 上来 那么昨天今天 其实都在均线附近震荡 他并没有一口气 直接站上均线 今天收盘 在那附近 但他没有一口气 直接站上 比如说今天 汉维科的涨幅 不要忘了 今天台阶线概念股 全部大涨 但是汉维科反而是台阶线概念股当中涨幅最小的 比较弱势 对比较弱的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大立光 大立光的日线图 大立光日线图 好 大立光日线图 因为他高点是比汉维科高 他是1035块下来 那么其实目前来看 他处在一个很重要的位置 换句话说 这个位置等于是 如果900块是所谓的第一只脚 那这边就是在今天的低点 等于是所谓的第二只脚 那这个第二只脚 能不能拉上来 因为完成第二只脚 不是说看到低点叫第二只脚 是说 你要突破颈线 才算是一个WD完成 所以换句话说 下礼拜大立光的角色也很重要 他能不能够向上去突破颈线 那如果可以的话 就测量幅度表示 他还要挑战1000块 那这样的话 这个谷王争霸战又更精彩 不过如果以今天的走势来看 那么这个汉维科似乎就比较 在下礼拜的这个争霸战当中 汉维科会比较弱一点 除非啦 除非台阶线概念股 那么有小兵立功 下礼拜如果全部都强势 说不定反而会把汉维科 再往上推一些 可是我要讲两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就是 刚才易华讲一年都没错 如果会持续有这种 非常精彩的谷王争霸战 它绝对不会是一个空头市场 所以也许你不敢去买 我也不建议各位去买 我说实在 在台股的历史经验当中 你去买900多块 1000块的股票 都没什么好下场 我这样讲有点那个 但是通常时间放长来看 真的都没什么太大好下场 所以我绝对是不建议的 好 可是呢 你可以把它当作那个 在上面的星星去膜拜 或者是去放在那边去看 就是有这样子 你就可以知道说 你绝对可以在很多股票上面 去积极的操作 因为有主国王争霸战 在这上面表演 那下面的戏台子会更热 会有更多 这个也许不是那么亮丽的 那么高的主角 但是有各种各样的 那么男配角 女配角 或者这个次要角色 全部都热闹来串场 好 所以我想 下礼拜的行情 那么如果大力光 能够进一步去带动的话 应该会更为热闹 好 大力光 到底能不能稍微再往上冲 攸关下礼拜的一个行情 不过除了大力光之外 现在呢 刚刚柯总也说 现在男主角 女主角 到底是谁 甚至是男女配角 似乎都已经快要浮出台面了 先休息一下 我们稍微回到能量新思维 持续带您来追踪 对每一间房子 我们都付出热情 因为每一扇门后 都有动人故事 希望为您找到房子 也找回家的温度 我们会很努力 欢迎上网观赏 中信房屋将尊出 一元回家基金 一元孩子的梦 There is no boundary between sharing and success Only sharing Define the success Infinity JX The class leading LSUV With future safety technology Infinity JX 美丽无限 Infinity 好市成双 全车系赠以示显 在想高额零利率 轮远投顾顶级服务专人规划 提供顾客专属服务人员 提供客户全方位的投资建议 最具专业且值得信赖的金融服务 期待能成为顾客最忠诚的终身理财帮手 02-2321-9933 2321-9933 安检周旅文化 买轮胎再送好礼 到八千玩水了 全台最好玩的水上乐园 八千大青春水上摇滚音乐祭登场了 包迪A8首席作家 领袖风范随行 进化科技定义未来 HTC ZOE实镜相簿 动感相片功能 Video Highlights 自动将ZOE实镜相簿与影片 点击成30秒短片 新HTC One 精彩无限 由你创造 新HTC One 独家尊荣规格旗舰机 亚太电信独家销售 Luxian这下Easy Go 全车系50万50起零利率 再送VCore全车隔热纸 还有多穷好礼 拥有Luxian就是现在 Luxian 欢迎回到能量新思维 我记得之前 柯总一直在帮大家追踪的 今天在报纸上面看到 哇 好熟悉的这些刺 来看到泰铃 叶鑫 在今天股价都有好的表现 而且是抢索掌厅 这在报纸上都是 在今天有利多消息 但柯总我们其实之前 早就已经知道 对不对 果然真的如您的预期了 所以我常常讲说 这就是我们一直在讲 价值成长转机 对不对 这六字真言当中 价值的概念是什么 什么叫做价值 就是说这家公司 因为每一家公司 都有它一定的价值 好不管是资产价值 转投资价值 或它的专利权 或它的know how 或说它在产业的地位 有时候是什么 它的商标 好这些都是 不会因为 例如说大盘 有时候涨 有时候跌 好跌个700点 还是涨个500点 跌个1000点 涨个1000点 会因为这样子 它的土地价值 就有很大波动吗 好除非那个涨跌 跟房地产有关 假设股市涨跌 房地产没有 没有互动的话 那个你的土地价值 不会变啊 那如果是 什么专利权 像生技股 很多是专利嘛 要证 那也不会变啊 然后如果是 你的商标也不会变啊 就是如果你的价值 是很明确的 那么价值在这里 对不对 你可能本来 股价在这边 所以价差只有这样子 那如果 因为大盘不好 怕摔到这里了 那就是天上 掉给你的礼物啊 为什么 因为价值 不会变还在这里啊 你股价却掉到这边 你空间变这么大了 各位懂意思吗 所以例如像泰林 我跟各位讲过好几次 今天报左灯的东西 我们之前都讲过啦 我们说他转投资 南茂 对不对 南茂 那么手中持有的 如果全部卖掉 贡献EPS大概7块多 因为以前 南茂股价比较低 所以我们预算 大概六七块钱左右 但是我们也不知道 他什么时候会卖掉 但是那个事情 他的转投资 已经存在那边 结果今天早上一灯 哇 原来南茂 因为最近南茂长得很凶 他就直接卖掉了 8块2 贡献8块2 泰林本来的净值 就已经18块多了 然后这个8块2 再进来 那不得了 所以今天啪 一开盘 你根本想追 等你看到这个 你追得到吗 追不到 我告诉你 绝对不止一只停板 我看礼拜一 还是开盘就涨停 因为很简单 这就是我们所说的 价值的概念 那换句话说 像这样的股票 如果价值很明确 我们有时候开玩笑说 你把它当基金 定期定额 可能比去买 一般的基金还要好 因为你有一天 就会等到他公告给你嘛 然后呢 就会出现这样 涨停涨停涨停 哇 那个 那个获利的幅度 就会非常惊人 那么 所以像我昨天跟各位讲 夜星也是同样概念啊 我说夜星 他那一块 5000多坪的土地 就已经卖掉了 那么各位自己去 上网搜寻就知道 赚49.6亿 贡献EPS 7.87元 他股价才7块多 昨天才7块多 今天是涨停上来 才8块多 7块多 那你想想看 虽然我不知道 他什么时候入账 因为跟会计原则有关 跟公司 跟会计师讨论 我不是公司 我不知道 但是既然有那个在那边 那么打下来 对不对 这次大盘回来 他也跟着回啊 但他回得很浅 对不对 因为你可以看到 他就是很强势 那你抓三个月 他变成一个 很漂亮的底部形态 有没有 是一个变成很漂亮的 一个收敛下来的形态 一跟就上去啊 为什么 因为价值在那边 所以像这种股票 万一你是上一次买到 例如说买到7块8 7块9 那跌下来 跌到7块4 7块5 你不会担心 你为什么不会担心 因为你知道 那个价值在那边 他总有一天会公告 哪一天不知道 那我定期定额买 是不是 那个价值总会反映 这叫做价值投资的概念 包括有些资产股也是 当然资产股要找 已经有开发计划了 如果放在那边 千年万年都不开发 那是没有用的 所以已经有开发的 或像这种价值的 这些东西 那么非常明确的 那么所以 由泰林 由这个夜星 这种价值概念 尤其低谷近比的 很多其实都是类似 我举来说 像今天有一档拉上来 但拉上来 其实底部形态出来 我顺便跟各位讲 248亿的强茂 麻烦导播打 248亿强茂的日线图 有没有看到 对 强茂 这个底部出来 今天拉一根 刚好突破 沾上所有均线 各位知道 强茂的净值17块多 17块多 股价今天还没有涨停之前 股价才只有11块钱左右 11块出头 然后净值17块多 重点是 它的五月营收 是创历史新高 你不觉得 有时候台湾股票 真的觉得 有时候很可怜 正常而言 你营收可以创历史新高 你股价 就算不是在新高 也该在半山腰吧 你股价怎么会在历史低点 对底部 对在历史底部 然后你营收创历史新高 但是 这不就是各位的机会吗 我常常觉得 我觉得去年到今年 都被正所税搞坏 然后大家都觉得很懒 然后都懒懒的不想动 也不想研究 可是我觉得我很高兴 因为正因为这样 我们的分析者 我们才有机会 如果你愿意用功 你愿意好好努力的 你就可以找到这种 不合理的状况 不合理的状况 就是赚钱的机会 它就会有今天 一根涨停拉给你 对不对 泰林 叶欣 强茂 都类似这种价值的概念 当然除了价值 就还有成长 对 那如果成长呢 成长下动能 到底要看谁 谁最强 会是今天呢 冲得很强的台积电吗 我认为台积电概念股 绝对是成长的 重要一个族群 那么台积电 我想各位 他的这个资本支出 各位都很熟悉 但各位可能不知道的是 台积电的资本支出 下半年是比上半年多的 所以上半年年初 拉一波之后 拉高之后 那时候我在公开 在很多节目 或者这个我的文章当中说 不要去追高 因为上半年很多 还没有真正出来 那么下半年再来一次 所以他会先修正 发现他们修正的 真的很凶 你看红康 我不是说吗 八九块跌到五十几块 加登修正的多凶 那么除了像海维科 古王还可以挺在那边 很多都修正非常凶 那修正这么多 结果他的基本面的展望 没有改变啊 本来就是预期 他后面会降好 对不对 只是前面先涨了 然后休息下来 所以不就是另外一次的机会吗 所以你看 加登今天拉上来 那个底部就很漂亮了 我说了18寸晶圆厂 目前全台湾 他是最直接 而且可以说是唯一 可以直接供应的 那么不只是台积电的伙伴 他甚至还是英特尔伙伴 英特尔还要入股他呢 所以加登部分 那么当然 这个今天已经拉涨停 各位还是可以持续注意 包括红康也是一样 那么包括我们讲过好几次的 市盒 351的市盒 3551 你看到 他其实整理了大概三四个月 你如果抓五个月的时间 他整理好一段时间 然后大盘再往下的时候 他反而向上突破 对 大盘最近这几个礼拜是往下的 他是往上走的 往上突破 他股性比较牛 可是呢 他很稳 因为他的获利是 在这个当中非常稳健的 包括像1560的中沙 8091的祥明 一些 这个都还在低档 那你可以等他 等他什么时候 能够完成底部 所以趋势 确认 那就是等 就像那个陈贤一样 他在丁家登 可是他没有进场 他就会打电话问说 能量翻多我就要进场 能量我又翻多 结果也算他运气 也算他很积极 今天刚好打电话的时候 刚好翻多 今天一买就是涨题 真的要够努力 对 所以有时候就是要很积极 自己要积极 那么所以 整个台积电概念股 我认为下半年 你都要值得注意 只是这么多 一串列出来 大概有十只 超过十只股票 我会建议 你一定要以技术面 去检视 它优先打出底部的 当然 从我们能量来看 叫能量翻多的 所以台积电族群 台积电相关概念股族群 那么我认为是下半年 值得注意的 其中一个方向 好 不过柯总 另外我们来插个话 在今天汽车零组件 也好 或者整车的部分 其实真的 涨得都算很凶 但是另外来观察到 不会输给汽车零组件 的是谁呢 也就是我们昨天说的 美国房市复苏 修缮概念股 今天也是 好多档都强功涨停 接下来要怎么来 拿捏这些操作的 一些策略呢 好 那么我跟各位说过 美国景气一旦复苏 不会是几个月 甚至不会是一年 绝对是两三年以上的事情 那如果你担心QE退场 所造成的负面效应 那你去买 美国景气复苏的受惠股 不就具备避险的性质吗 因为你担心这个原因 造成下跌 可是这个原因 却会让这种族群上涨 对不对 在我们所谓的基金管理的 这种投资组合概念当中 包括以前我在Hedge Fund 我在避险基金里面做过 避险的概念其实就是这样子 我就去找一个族群是 这个下来 这个会上来的 所以美国景气复苏 我讲了包括防务修缮概念 你看成林 今天又在创高 对 我是不是跟各位讲成林 赚全 福星 你看这样股票都很稳 对不对 福星赚全 是不是都是这样起来 好非常漂亮 再来就是汽车概念股 那么汽车概念股 昨天才跟各位讲到这个族群 包括像我昨天讲1319的东洋 我说你不要看他已经涨这么多了 他没有任何的败比 他整个趋势还是多头 有震荡各位还是可以留意 今天又在创高 那可能 这个你不敢追 那没关系 好我只告诉你 这个趋势非常明确 未来如果震荡拉回 你就不要再错过 包括除了东洋之外 包括像一粒店 一粒店是汽车店 最活泼的一支 对不对 今天怕一下涨停板 站上所有的均线 那另外其实还有很多 像我说1536核大 那么在这个之前的时候 我们20块附近介绍过 还拉上来 拉上来 其实他现在还是 非常高姿态的强势整理 那你就可以注意 他的另外一个 这个同集团的另外一个公司 是四五英的高峰 那高峰也是一样 向上突破 整个大底完成向上突破 那么震荡整理过程当中 可以留意 因为他的六月营收 很可能会创历史新高 那反正也快要公告 各位马上就可以知道 是不是 所以当然这一些之外 我说你还是一样 技术名来做一些检视 所以我们也很快来看一下 宏达电 很抱歉 目前还在空方 很快帮各位检视一下 华硕还在空方 鸿海是在多方 现在拉起来了 TPPK还在空方 加登 你就刚才说的 今天第一盘 今天九点半 第一盘就翻多了 能量就翻多了 果然拉上来 线转一支掌 这边几乎在平盘附近 就已经翻多了 红康是在多方的 广民一直还是在多方 所以你看广民很有趣 他一直在多方 所以每次只要一打下来 就是一个买点 又可以再上来 打下来 就可以再拉上来 就是这样子 那么不要注意 看一下 我们一直帮各位追踪的 大总时威 之前每次反弹 他都没有 能量都没有翻正 今天有 大总 大总 时威 今天有翻正 可是要不要去买 我就不知道 随便你 因为我说在这个股票 真的是比较投机 我只告诉你说 这一次他能量有翻正 有翻红 有翻为多方能量 所以这个部分看一下 倒是反而 亚太 目前本应比较低一点 这个是生技股部分 但是还是一样 有这种低的 华雅科 还是空的 还是一样 还是空的 平安 还是空方 所以低润族群 还是要留意 面板有达 群创还没起来 时间有限 只能很快 如果有没追踪到的 各位有兴趣 你打电话来 我们都会帮各位去做服务 好 今天能量新转 感谢你的收看 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会 拜拜